早安,YouTube,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,我们在这里讨论与化学和分析技术相关的话题。 今天,我们将讨论一种称为质朴法的迷人分析技术。 什么是质朴法? 质朴法是一种强大的分析技术,用于识别样品的化学成分。 它涉及电力样品分子,然后根据它们的质核笔将它们分离。 由此产生的光谱显示了每个离子的相对风度,使我们能够识别样品的化学成分。 质朴仪如何工作? 质朴分析过程包括四个主要步骤。 第一步,电离,使用不同的方法对样品进行电离,例如电子碰撞电离、电喷雾电离或机制辅助激光解析、电离、melody。 这会从样品中的中性分子中产生带电粒子离子。 第二步,加速,然后使用电场将离子加速到高速。 这将根据它们的质核笔将它们分开。 第三步,分离,分离出的离子随后通过质量分析器,根据质核笔对它们进行分类。 最常见的质量分析器类型是飞行时间、TOF、四级杆和扇形磁场。 第四步,检测,最后一步涉及检测离子并测量它们的风度。 然后,使用这些数据生成质谱图,显示每个离子的相对风度,并允许我们识别样品的化学成分。 质谱的类型,有不同类型的质谱法,它们在电离方法和质量分析器方面有所不同。 一些最常见的类型包括,电子碰撞电离,EI,其中样品被高能电子轰击以产生离子。 电喷物电离,ESI,将样品喷射到高压电场中以产生离子。 机制辅助激光解析电离,Neldi,其中样品与机制材料混合并用激光照射以产生离子。 飞行时间,TOF,质谱法,根据离子在电场中的飞行时间分离离子。 四级质谱法,其中使用四个平行杆根据离子的质核比分离离子。 磁扇形质谱法,使用磁场根据离子的质核比分离离子,解释质谱。 解释质谱包括分析谱中的锋并识别与其对应的离子。 质谱图中的锋对应于相同元素、不同元素或不同分子片段的不同同位素。 每个锋的强度表示相应离子的相对锋度。 通过分析质谱,我们可以确定样品的化学是存在的化合物的分子量及其结构特征。 质谱的优势与其他分析技术相比,质谱法具有多项优势,包括高灵敏度和特异性。 质谱可以高精度和准确度检测和鉴定衡量化合物。 多功能性,质谱法可用于分析范围广泛的化合物,从小分子到大生物分子。 定量分析,质谱法可用于测量样品中存在的每种化合物的量。 结构分析,质谱可以提供有关化合物的化学结构和组成的信息,使我们能够确定它们的官能团和鉴核模式。 质谱的局限性,尽管有许多优点,质谱法也有一些局限性。 例如,它需要高水平的技术专长,而且操作起来可能很昂贵。 它还需要干净和纯净的样品,一些化合物可能无法很好的,电离或可能产生难以解释的复杂光谱。 然而,这些限制通常可以通过仔细的样品制备和优化的,实验条件来克服。 质谱的应用,质谱法用于许多领域,例如,制药液,用于药物发现和开发。 环境分析,用于监测空气和水中的污染物。 法医分析,用于识别犯罪现场的毒品、爆炸物和其他化合物。 食品工业,用于分析食品质量和安全。 蛋白质组学,用于研究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。 结论,质谱法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分析技术,应用范围很广。 它识别和量化样品、化学成分的能力已经彻底改变了许多科学和技术领域。 我们希望您发现该视频内容丰富,并且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,以获取更多有趣的话题。 谢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。